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年以来曾经有两块头部 一个头部在去年的4月份到5月份 另外一个头部在去年7月份 主要是由面板股以及航运股 所推升的两个高点头部状态 虽然这一次填息速度很快 而且在填息完成之后 股价也持续地向上 目前月均线已经重新地灌破季线 以及半年线 形成一定程度的低档黄金交叉 不过上方的填息之路 不能说填息之路 上方的两个头部的明显 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卖压状态 而我们目前就要来看 0056在2021年底 进行成分股的调整之后 本身因为纳入这些成分股 而加速它的股价向上 推升力度的可能性大不大 来跟各位做一些检视 那我们先看一下 这一次主要有五档股票进行纳入 有另外五档则是进行剔除 五档纳入的股票 分别是3034的联友 2347的联强 2002的中刚 2014的中宏 以及2606的育民 那五档三途的部分 有两档金融股 分别是2883开发金 2809金城银 1434的福茂 2915的润态权 以及2404的汉唐 那这一次五档所纳入的股票当中 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迹象 要么是景气循环股 要么就是散装的育民 要么就是很明显受到基本面 以及过去高股习惯性配发的 连强以及连勇 那就值得我们来做第一个省思了 首先我们都很清楚 20056在过去之所以有如此 明显的股价的推升力度 主要来自于航运股以及面板股 但是之所以形成头部 也是航运股跟面板股 目前来看 0056最大的成分股仍然是长龙 占了7.5% 那当时股价由高点滑落 跟长龙的股价疲惫 也有明显的相关 至于在过去一段时间长期占第二名到第三名的 友达汉群创 目前已经掉到了第六名和第七名了 整体来看友达汉群创整体的百分比加起来 仍然有9% 所以我们可以做第一步的省思 首先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理解到 即使纳入这一些新的成分股 似乎所占的全值还不是特别的大 也就是说0056未来的推升 跟目前航运股以及面板股的 低级期的补涨行情 还是有十分的相关的 所以我们待会来聊一下航运股的状态 来跟各位做一些省思 但是值得去关注一点的是什么 值得去关注一点的是 0056在过去一年当中 仍然有不错的配息表现 而这一次在进行成分股纳入的时候 很多人会好奇说 照理来讲 你说现在有属于低级期 而且明年的现金股力配发率 殖利率相对非常亮眼的 应该又是航运股的像是万海和阳明了吧 你看到最近 不管是航运股长龙万海还是阳明 本身来看年终奖金都发很多 照理来讲明年也不会亏待股东吧 那怎么会没有纳入万海和阳明 反而纳入了2606的域名呢 我们从图形上来做一些检视 各位可以发现 域名目前的股价仍然在低档进行盘旋 似乎有一些明显的足底迹象在 但是这一档股票怎么会被纳入 反而不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万海和阳明呢 从一个方面可以来做检视 这就是股利发放率的缘故 原因是因为域名在过去的股利发放率 基本上都是接近九成 甚至超过百分之百 也就是说他赚了多少钱 他就会配多少钱 而万海和阳明可能因为股利发放率 在过去并不是有特别严谨的输送 很简单 因为万海和阳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发过配息 所以你连他的股利发放率是多少都不确定 所以在0.56可控的情况下 我就发现似乎他整体产业的属性 不会单压在某一个族群上 比如说航运股 货柜他可能压一档 散装他也会压一档 同时他也必须根据过去的股利发放率来进行预算 就是如果我们从域名 在过去几个季度的EPS来进行计算的话 因为去年前三季已经赚了3.7块 现在第四季EPS还没出来 加起来大概也是5块多 如果是以配息率100%来做计算 配上现在的股价60块左右 明年的殖利率最低最低都有8个percent 所以在这种状态底下 你就可以理解到 域名在过去整体的财报当中表现 其实是很不错的 所以从去年的3.7块 后续加成到5块来看的话 基本上在今年的配发率会是非常亮丽的 那在这种状态底下 反而值得我们去留意其他的一个变化 那就是0056本身在行情上 会受到哪几个因子的推动和变化影响呢 刚才我们看到 其实这一次0056不只纳入了相关的散装个股 还纳入了中刚和中红 那我们都知道中刚和中红 其实以前也纳入过0056 但上一次纳入是09年还是10年的时候 就当时景气正在复苏的时候才会纳入 所以它算是标准的景气循环概念股啦 那中刚和中红预估啦 因为会超额配发 所以中红的今年的现金鼓励殖利率会非常亮丽 可能可以来到15个percent以上 但是很有可能马上在下半年就会进行剔除 因为照理来讲 这个殖利率不会长年都如此之亮丽 那反而我们可以做一些留意的事情是什么 是从0056历年的鼓励的政策一览图来理解 那到底0056在过去年当中 就算纳入了长龙 纳入了友达群创 它本身的配息表现又为何呢 我们从现形图 股价图来做计算可以发现 0056在2021年其实呈现了相当大的卖压 而且如果从底下的现金鼓励图1.8块来计算 虽然它在如此昂贵的价格仍然有5%的殖利率 但是它的现金鼓励也仅仅只有1.8块 什么意思啊 投资朋友 也就是说0056去年的配发的鼓励并不是特别的多 所以我们反而要值得去做一些留意的事情 是0056过去在进行鼓励的配发惯性当中 资本利得也就是它所赚到的交易所得的比例 是不是在持续的放大当中 因为0056在去年整体的表现 老实说现金实质拿到的鼓励并不是特别多 那它是如何在如此昂贵的价格上仍然配给你5%的报酬 就是把它的交易所得拿出来配给你嘛 也简单来讲就是它配给你的是它赚到的价差 不是真实所领到的鼓励 那么航运股来看的话 目前0056持有长龙这样的一个角度仍然是有看涨的可能性战 原因很简单 从本益比来进行观察 各位可以发现不管是长龙 阳明还是万海 我们从图表上可以检视 仍然跟市场上海外的这些航运股 基期相对来的比较低 那它的拉回主要来自于短期股价的一个大幅上涨 长龙目前和阳明万海的本益比都在10倍以下 远远低于大盘的水准 所以短期内它是符合这种低本益比 护城河的一个象征 那再加上目前航运股会逐步的反映 现在基本面持续财报的一个力度 那么买盘效应应该是有所支撑的 所以0056虽然它不一定可以快速的 进行股价上涨到36块 但是按照它的最大成分股长龙来看 它往下跌的可能性也不是特别高了 那另外一个组成这个目前相对比较低本益比 具有上涨力道的题材 就是0056所持有的面板股 友达汉群创 那按照目前面板的供需状态 从图表上我们做检视的话 各位可以发现 其实从2022年今年第一季开始 就会有非常明显面板供需的下调 那这个下调来自于机器的下降 不代表面板没需求 只是产能会进入一个相对过剩的一个状态 那其实如果是以中大尺寸面板面积的需求占比来看的话 现在主要还是TV 那再来是monitor 讲的就是显示器 那依照现在来看的话 整体中国大陆的包括京东方 大型面板的报价已经有逐步缓和的趋向 也就是说已经碰到他们的成本区了 所以按照友达群创 去年2021年一整年的表现来看 今年的现金股率 一样会非常亮丽 但是股价上 你说能不能有所明显的推升 这不一定 但是至少也表明一件事情 它大概也进入一个主体的阶段 所以我们纵观这么多的行情演变 从它的成分股来进行推敲 其实可以发现一个明显的迹象 也就是说如果持有0056的人 现在要选择进行ETF的更换 其实是不太明智的 为什么 因为大部分它的成分股 都已经正在进行主体当中 何况你购买一档ETF的目的 它的成分股是不是重要 似乎也不是重点 更重要的是它的指数的筛选逻辑 它本来就是去筛选那些30档 它预估现金股利值利率最高的个股 所以你应该不能够 因为单一个股的纳入 就对于这档ETF 这档ETF所追踪的指数 暴致的存疑 而是要去怀疑 这个策略是不是始终有用 如果你非常在乎成分股 那反而应该是以挑选永续 或者以金融相关 或者具有明显护城河 有明显产业属性的ETF 作为主要筛选的方向 我一向都跟投资朋友讲说 0056的筛选 不能从产业或者个股来进行 是否要纳入这档ETF的长期投资 因为这档ETF没有明显的产业属性 它只有预估现金股利值利率 那既然它预估了现金股利值利率 它某种程度就会牺牲掉 可能股价的上涨 毕竟如果股价一直跌 它才有必要一直把这档股票给纳入 因为现金股利值利率会越来越高 所以在这种状态底下 投资朋友还是要根据原指数的判断 来根据行情进行长期的推演 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 如果投资朋友有更多的兴趣 更多的想法 欢迎你可以订阅我们Gmine的频道 按赞加分享 或者你有任何的 对于本节目的一些建议 也欢迎你可以在我们的 影片底下来做留言 或者有任何想要听取相关的ETF 或者产业属性的简介的话 也欢迎各位可以多多留言 我们节目到这边 祝各位投资朋友 看盘顺利 操盘愉快 我们就下一期财经浩角 再相见 拜拜